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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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共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吻 访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mpezar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与持统与点栏目 9.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9. 政府採購法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3. 委員業益金等 凝聚鐵路法 傳播登記法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5. 委員張廖萬間等 凝聚法院主治法交施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 政府採購法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7. 司法院行政院行情審議行事訴訟法交施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 8. 行政院行情審議傳入標示條例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文化內容特勁院設置條例交施法及法治教育及文化良委員會審查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交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國民黨黨團提議陣列 11. 控制污染防治法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委員李彥秀等 凝聚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例 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13. 委員許一人等 凝聚 公司法交基金委員會審查 數位通訊傳播法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 心理施法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17. 委員廖國棟等 凝聚 原住民身份法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18. 委員科斯恩等 凝聚 市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廠條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陣列 刑事訴訟法 國家機密保護法 交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 諮詢事項 假行政院答覆部分 以本院委員諮詢部分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 繼續質詢 3月30號 宣讀完畢 好 報告事項沒有委員登記法委員 決議如下 議程草案報告事項 質詢事項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 繼續質詢 通過 好 請宣讀議程草案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4月3日 1. 保險法修正案等案 2. 證券交易法修正案 3. 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案 4. 法院組織法徵定案 5. 法務部組織法修正案 6.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正案 7. 法醫師法修正案 8. 中華民國刑法修正案 9. 植物品種及總苗法修正案 10. 農藥管理法修正案等案 1. 政治現金法修正案等案 1. 政治現金法修正案等案 1. 地方名義代表人 代表費用資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修正案等案 1. 替代議實施條例增定案等案 1. 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等案 1. 財團法人援助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107年度預算案 1.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寒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07年度預算案 1. 財團法人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107年度預算案 1. 財團法人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107年度預算案 1. 財團法的2284件紀念基金會 107年度預算案 1. 財團法人台港經濟文化合 107年度預算案 1. 財團法人台港建築中心 107年度預算案 2. 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 107年度預算案 2.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107年度預算案 2.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 107年度預算案 3.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案 二是行政法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107年度预算案 二五行政法人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107年度预算案 一是处正列二六有机农业促进法草案案宣度完毕 好我们现在依序请委员发言 那发言后再请处理 第一位是李立芬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 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六次会议讨论事项 瓜胡4月3日 你请列案顺序如下表 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 谢谢 请宣读 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六次会议讨论事项 您请列案顺序如下 第一案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 二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修正案 三法医师法修正案 四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件修正案 五植物种苗及植物品种苗法修正案 六农药管理法修正案等案 七民用航空法修正案等案 八政治现金法修正案等案 九保险法修正案等案 十证券交易法修正案 十一法院组织法征定条案 十二法务部组织法修正案 十三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 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修正案等案 十四替代议实施条例修正案等案 十五有机农业促进法草案等案 十六财团法人民主文化实业基金会 107年度预算书案 十七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 107年度预算书案 十八财团法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测经会 107年度预算书案 十九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 107年度预算书案 二十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 107年度预算书案 二一财团法人台湾营建研究院 107年度预算书案 二二财团法人国土规划及不动产资讯中心 107年度预算书案 二三财团法人中央营建技术顾问社 107年度预算书案 二四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台湾民主基金会 台海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中华民国委员会 107年度预算书案 二五行政法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107年度预算书案 二六行政法人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 107年度预算书案 宣度完毕 好 接下来请第二位曾明忠委员 好 谢主席 北院国民党党团 针对第六次会议建议 建议针对讨论事项 共事项 请一世人先读 但是这四案里边 我认为其中有两案 非常的重要 我特别提出说明 第一个就是希望行政院 能够本会期暂缓实施 军人联金改革的相关事宜 跟各位报报 其实国民党为什么主张暂缓 推动军人改革的事项 主要具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当时民进党要推动 军工教劳的时候 联金改革的时候 一再对外说明 军工教劳要一起推动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公教的部分已经通过 那劳的部分 早就上会期就送进来立法院 到现在民进党似乎无意推动 所以接着要推动军人联金改革的部分 我觉得国民党团觉得应该暂缓 要民进党要实现 军工教劳一起推动的当时的承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有关军人联金改革的部分 到现在对现役人也好 退休人也好 没有做好真正的沟通 希望做好真正的沟通之后 再来进行相关法案的审议 第三项是有关 大家很清楚 国防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现在看得到是军方募兵募不到 另外军方最基层的干部 也缺乏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觉得假设要对军人联金 进步改革的话 这个辟到必须做好 所以基以上三点原因 我们俩建议有关军人联金改革的部分 暂缓推动 另外是第三项的部分 我们要求行政院长 就大陆会台三十一项措施 提出因应方案 并率同大陆委员会及相关部会 尽速到立法院做专案报告 有关因应对台 会台的三项会台措施 由副院长召集相关部会之后 凝聚相关的因应措施 但是很遗憾了 这些措施都不具可行性 比如说他简报里边 我跟各位报告就知道有多夸张 这简报的前言里面就讲说 要打造台湾 要打造台湾成为吸引世界 一流人才的国家 我相信连我们主席 郭正亮主席 他都认为 这不可能做得到 台湾的人才 不要外流就好了 你要打造台湾成为世界 吸引一流人才的国家 张眼说瞎话 根本做不到 那另外有关财经的措施里面 像金广会说要让台湾 MSCI的挂牌 要增加三十家 我就咨询顾主委 因为过去近三年 只有增加两家 他虽然增加三十家 他当场承认他做不到 另外有关财政部的部分 有关中国大陆要吸引 高新技术的企业 营手税降为百分之十五 结果财政部 在比较的时候 台湾的部分用有效税率 是百分之十三到十四 但是中国大陆的部分 是用明目税率 明显欺骗大众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表示说 行政院局旧章 提出所谓的因应措施 第一个中道 第二个欺骗大众 所以我们强烈要求提案 要求院长 会同相关的部会 来跟他做报告 谢谢 好 以仗郑明中委员发言 与本期无关 那接下来第三位 请搞入委员 哦还有宣读 对不起啊 那现在宣读 本院国民党党党团 针对本第六次会议 建议增列讨论事项 共四案 第一案 本院国民党党团 提案要求 未与年改团体 充分沟通 并未获共事前 行政院应与本会 其暂缓实施军人年金改革 确保军人退休权益 侍奉到经营公决 二 本院国民党党团 鉴请院会 做成决议 要求深奥燃煤电厂 还评重审 及赖清的院长率 相关首长向立法院 提出专案报告 适合当经营公决 三 本院国民党党团 要求行政院院长 就大陆会台三十一项措施 提出具体因应办法 并率大陆委员会主委 及相关部会首长 尽速至立法院院会 做专案报告 四 本院国民党党团 严正提出对农民损失 三大要求 一 赔偿农民巨大损失 二 现有过量货源 三单位应立即帮忙促销 三 立刻测换 北市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 吴英宁市务当进行公决 宣读完毕 好 接下来请第三位 赶路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午安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 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 第六次程序委员会 鉴请增列讨讨讨论事项共七案 内容如下 请医事人员带为宣读 谢谢 好 请宣读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 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 第六次程序委员会 鉴请增列讨讨讨论事项共七案 一 行政 行政院含情审议 及会有限法修正案等案 二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 鉴请院会做成决议 于本会期结束前 由院长筹组修宪文会 针对各位委员提出之 宪法修正草案 修宪程序及议程制定等 进行实施讨论及审查 三 民法修正案等案 四 民法修正案 五 民法亲属编增定条文案 六 家世事件法修正案 七 私立学校法修正案等案 宣读完毕 好 我们讨论事项已发言完毕 一例先提案 先表决 我们先处理理委员立芬的提议 那请问对理立芬委员提议有意 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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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隔三秒钟才反应 不够大声啊 我说有意义啊 你三秒钟都没回应 这样啊 创造朝野和谐嘛 有意义 有意义 好 我们现在进行表决 我们现在清点在场人数 十二位 好 现在赞成者请举手 主席这样没有和谐 你每次都说都不行 你都多顾来用 这样子不行啦 主席就是要按照程序啊 意识规则啊 对啊 有惯例就要用惯例 有意识规则就要去規定 反应正当中 在改变 好 我们出席人数十二人 贊成 赞成者七人 那反对者请举手 啊 不是要和谐吗 是不是 反对者 我需要大家错乱 反对者三人嘛 反对者 他没有举手 那个我们周城委员没有举手啊 搞禄委员也没有举手啊 对不对 所以弃权者两人啊 贊成者多数通过 所以免改你们不要充分沟通啊 有啊 有充分沟通啊 你放心啊 那本次会议讨论事项 做以下决定 依李委员立分提议修正通过 那本次会议讨论事项 总数内容及順序已经确定了 那我们其他提案就不再处理了 请宣读人民请愿案 人民请愿案一韩宋本院相关委会审查者二案 二一请愿法第四条只规定 细数应提起诉讼者二案 三一立法院直权行使法 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 韩转权的机关处理者 共八案宣读完毕 来 请问有意义 好 无意义通过 有没有临时动议 好 没有 那就上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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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